武漢肺炎疫情蔓延了全球80個國家 而臺灣相對來說 確診病例增加比較緩慢 臺灣的衛福部長陳時中表示 第一波從中國大陸擴散到亞洲的疫情 臺灣是守住了 而接下來第二波 可能將面臨的是全球性的 情勢更加複雜 要如何防守邊境 是很大的考驗 那這樣的一個比例 其實很快的 幾乎可以大膽的預測 周周周很快就會比這亞洲要來的多了 情勢已經是越來越複雜 以前我們單隊一開始針對武漢的 再過來針對湖北 廣東 浙江 然後中國全境 然後中港澳 然後現在有韓韓國 義大利 伊朗 那我剛才講說 我們現在第二波需要去考驗的就是 它未來已經不再是非常針對性的 它可能是一個全球性的 那這樣在全球性的這樣的情況下 怎麼樣維持臺灣不鎖國 又能夠把這條線守好 那是我們要面臨的一個很大的課題 所以我們做好相關的社區的一些整備